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長江三峽大壩 又迎來了今年順期的考驗 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報導 三峽水庫區在6月21日的水位 是去到接近147米 超出了防洪限制水位接近2米 而在今天 流經重慶市的一段長江上游支流奇江 就迎來了自從1940年代最嚴重的一次洪水 在下午的時候 洪峰就順利通過了重慶 直奔到三峽大壩 只不過在抵達三峽之前 還要和幾條支流一起互聚 其中一條叫做烏江 那麼烏江又發生什麼事呢? 由於早幾天降雨非常嚴重 故此烏江也迎來了今年第一次最嚴重的洪水 故此今年的迅程 對於三峽大壩來說 就是一次非常嚴峻的考驗 兩條上游支流的特大洪水 一起匯聚到三峽大壩之前 到底能否抵禦得住呢? 按照大陸的設計標準 在理論值來說 就是頂得住的 只不過實際上是怎樣呢? 就要經受這個考驗才知道 實情長江三峽大壩 究竟是否具備一個防洪功能呢? 這件事也有很多人去考究過 包括有人翻查過大陸官媒的報道 當然 這一個報道 很多人都看過 我又在這裡分享一下 在2003年的時候 新快報曾經報道過 三峽大壩是固約金湯 可以抵擋萬年一遇的洪水 到了2007年的時候 《解放日報》引述新華社移昌的一篇報道 三峽大壩今年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 即是由萬年縮減九成到千年 到了2008年的時候 新華社又有一篇報道 標題就是 三峽大壩可抵擾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即是又縮減九成 即是到萬年縮到百年就只有百分之一 到了2010年的時候 長江水利委說 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到三峽大壩之上 即是怎樣呢? 到底這個三峽大壩是否具備防洪功能呢? 似乎是一縮再縮的 當然怎樣去解讀這個 萬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 這個根本上就是語言藝術的問題 實情這一類百年、千年、萬年一遇的詞彙 完全是不科學、假大空 以及非常籠統的 如果身處在一個西方文明國家 完全是不會用到這些詞彙的 你能夠抵擋幾大的洪水 你就直接把數值寫出來 比如說三峽大壩 最多是可以儲水儲到多少米 175米便是175米 你儲到多少億的立方米的水 你就說出來 這些是非常客觀的 是不能卸責的 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說出來 但是你說到這些什麼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萬年一遇 無非就是被幹部卸責用 好了 當你這個洪水抵擾不到的時候 比如說 決題就算了 touch with 講句 好了 如果決題的時候 你可以說 今次這個洪水 不是百年一遇 是千年一遇 所以就抵擋不住 這些根本上是被人拿來卸責用 拿來被人脫身用 這些詞匯就是不可取的 大家留意一下 特區政府近年都開始 學這些漏集 完全就是廢話 尤其是天文台 更加不應該說這些說話 你是有一個實際數值說出來 什麼叫做千年一遇 到底客觀標準是怎樣 你就說出來 直接把數值說出來 不要說這些廢話 因為這些所謂N年一遇的詞匯 既沒有科學 亦沒有客觀的驗證條件 你說是就是 你說不是就不是 故此是任你說 一定要少講為妙 我在網上找到一篇訪問文章 這篇文章大概說了 究竟這個三峽大壩 是否具備一個防洪防訊的功能 當然這篇文章我在找到的時候 已經被騰訊網站撤下來 即是說是何蟹了 找不到的 這篇訪問是在2016年6月份做的 受訪者是清華大學水利系河流研究所的周建均教授 他也是在當時擔任全國人大代表的 他到底怎麼說這個三峽大壩呢 他說其實三峽大壩的防洪功能 是沒有那麼強的 即是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他主要是保京江的安全 這個在三峽防洪能力論證結論當中已經是明確的了 只是現在很多機構和專家都不說 不願意把這段說話說出來 最後給大家的印象就變成了三峽可以包管一切了 有三峽之後就萬事大吉了 其實三峽還需要一次大的洪水去檢驗 問題就是在於 有中小洪水在三峽裡面佔底之後 如果後面再有大洪水真的來的時候 三峽的防洪富庸就少了很多 而且去年攔截中小洪水 還會使得下游河道的洩洪能力萎縮 他當時已經強調 長江中下游的河道一定要經常過一些安全的洪水 即是說接近設計流量的洪水 長江中下游的洩洪能力才能夠保持 而平時那時候 京江 京江只是說在長江中游那一段 流經京州那一段 京江的洪水流量不能夠減少太多 要等那些河體經受一下考驗才能夠發現到隱患 並且作出即時的修補 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得到 當大洪水出現的時候 河堤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到底河堤現在會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暫時未知 因為三峽大壩未曾大規模洩洪 如果他真的河堤流下來的時候 對於下游當然是很大的考驗 尤其是一下去就已經是宜昌市 到底他會怎樣來調節呢 暫時未知找過那些報道都是沒有說的 為什麼我說這篇報道值得和大家分享呢 因為這位周建軍教授提出了兩個觀點 都是其他的報道完全找不到的 第一個觀點 他就說長江水庫長約600多公里 即是說長江三峽大壩打後的長江中上游流域 即是長約600多公里 在重慶以上的洪水 要去到大壩前面需要大概三天 所以是完全可以提前去預洩洪水 先將三峽大壩的水位降下來 最大可以降到10米 即是說去到霸前水位大概135米 這樣三峽大壩防洪的後徑就會更加足 同時也可以減少水庫的泥沙淤積 這個他就提出第一個觀點 到底在特大洪水爆發之前 三峽大壩的水位是去到多少呢 根據新華社6月10日的報道 三峽水庫霸前的水位在當日的8點鐘 就是燒落到145米 即是說 跟這位周建軍教授所說的135米 都還差10米 至於這位教授提到的第二個獨特觀點 就是關於三峽大壩起好了之後 長江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受到清水的沖擦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河水不是那麼清潔 其實他就混雜了很多泥沙 甚至乎是一些沙溺、卵石等的東西 好了 當這些東西經過了三峽大壩 當然就會沉澱起來 故此流到中下油那些 除了已經融合到水裡的化合物之外 基本上就是你一看下去好像清水一樣 那麼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清水會為河床帶來一個侵蝕的問題 就是會把中油河床的泥沙、石仔 全部都沖走 沖了下去下油 這樣就會使得中油那段河床深了 這個教授說 長江中油在過去十幾年間 已經沖擦走了十五億立方米的泥沙 京江從茲城到成寧基這一段 三百多公里 主河草平均降低了兩點一米 河道的沖擦下設 就會改變京江和洞庭湖的相對高程 在三峽大壩建好以前 本來的水是平衡地順著落的 但是現在建好之後 反而中段的河草降低了 相對來說湖就好像升高了 因為河道降低了兩點一米 即是比起湖就變高了兩點一米 那就糟了 就變成了這個洞庭湖的速洪能力 就是小了 故此這位教授其實某程度上也能答得到 究竟長江三峽大壩能否增強防洪的能力 其實他也說了 至於上油更加不用說 以前也有很多人說過 一旦有個大壩的時候 上油的泥沙和卵石就會沖織 等同於河床升高了 而這位教授就告訴大家 下油也有另一個問題 難怪現在這篇文章就被河蟹了 至於長江三峽大壩能否抵擋今次的特大洪水 在這兩三天就會揭曉 根據理論值其實就可以了 事實上是怎樣呢 就拭目以待了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